外媒,中共早已侵蚀刑警组织金钱公事掩盖真面目,国际刑警组织嫌中国籍主席孟宏伟回国后,被秘密抓捕事件被踢爆后,立即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国际舆论纷纷质疑中共并无能力履行参议国际事务的承诺与责任更有外媒发文衬。 以中共为首的独裁政权,早已将其势力的出脚深入到整个国际刑警组织,中共更是拿钱买路用金钱来换取其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广告。 针对孟宏伟事件,美国彭博社专栏作家拉克·伊莱雷克日前撰文质疑,在中共绑架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后,该组织却未对中共的单边行动提出批评, 仅要求中共提供更多信息作罢,这表明国际刑警组织明显已遭中国中共侵蚀拉克续衬,以中共为首的独裁国家已逐渐侵蚀了国际刑警组织,以至于中共当权者可以借犹太狱该组织来报复其政治敌人。 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来迫害异议人士及商场对手。 美国媒体自由亚洲电台则报道称,有多名学者、专家都对该媒体表示,中共正利用其搜刮来的金钱,试图改变甚至腐化国际组织规则。 这篇报道,引述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警告称,拿钱买入是中共试图打入,并改写这些国际组织规则的做法之一。 而中共,以成员国身份缴纳的捐款,已成为这些组织的重要财政收入。 中共则趁机大肆利用这些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上换取自己的话语权。 法国媒体Express在报道,中引述战略研究基金会,FRS研究员尼雅玲,Valerie Nikkei表示, 孟宏伟事件发生后国际间虽然惊讶,却仍觉得,要用另一套标准来看待中国中共。 由于大家因为中共携起庞大的经济力量而一直摆出自己是一个机会Opportunity的姿态, 让国际社会都有些忘记了中共政权的真面目。 尼雅玲表示,中共政府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IMF等大型国际机构, 定力图证明自己能够融入全球体系,也能遵守国际规范。 但只要真的发生什么问题,中共的本性就会显露出来。 他说中国中共的形象成功的让大家忘了这个政治体系的本质。 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 今年9月底从法国返回中国大陆后突然与家人失去联系, 在他要无音信,数天后他的妻子向法国警方报案, 并举行记者会曝光,那孟已在中国失踪多日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其后中共当局宣布孟宏伟一收受贿赂,涉嫌违法遭到国监委调查中共公安部, 也连夜召开会议发布声明,趁这完全是孟已一孤行,就由自取的结果。 针对这起引起国际社会轰动的事件,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未经生日,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共之间的瓜葛二十多年前已经开始, 国际刑警组织的中国局一直不断给总部提供资料, 只是过去的影响没有现在这么广泛。 他说现在中共开始采取系列动作, 把国际刑警组织作为自己施加影响的一个工具, 不但要求把孟宏伟选为主席和提供大量资金, 而且还从中国局调出很多人员到总部, 对总部事务进行了相当大的干预, 而那些进入了国际组织的中国工作人员在担任高层之后, 都会对相关的组织进行很大的侵蚀, 就像侵蚀美国政治一样,针对中共渗透国际组织的情况。 魏京生进一步表示中共渗透的不仅仅是国际刑警组织, 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 也渗透得非常厉害。 他说近年来几乎所有国际机构都在违背民主基本原则, 不仅仅国际刑警组织,应该自查中共渗透的问题, 其他国际组织都应该进行彻底排查, 很多组织的规则都需要修改, 才能起到在国际上保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据了解。 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日前发出呼吁, 要求国际刑警组织梳理该组织在孟宏伟担任主席期间所颁发的红色, 通缉令检查是否存在违背其基本规则, 仅仅符合中共利益的行为, 然后要对公众有所交代。